關心一則最近的消息 近期臺灣西部沿海陸續出現了多具遺體 其中有部分是越南籍的 是否和偷渡案件相關是受到了關注 而這幾天海巡加強查查 結果昨天晚上橫川海巡隊 則破獲到一艘漁船 躲藏了十二名的越南偷渡客 海巡人員是透過雷達營墓 發現屏東頂寮溪外海大約兩里 有可疑的漁船 前往查看之後 發現船上並沒有漁具和漁獲 是相當的可疑 結果就在船上駕駛胎下方艙間 發現到堵藏了九南三女 總共有十二名的越南偷渡客 檢警和移民單位 也將擴大來偵辦追查 幕後的不法集團